在东北收花江上啊 我们的家乡 产丽是大豆和高粮 挺好听啊 你干啥呀你啊 真高兴啊这一天 我这少少地心您好家 他们两个月您好 难得呀 说话都跑掉 唱歌就更别说了 我得给你记录下来 可算好天了呀 困了咋得揉眼睛 老实实的啊 老实实的 小手 越来越淘气了 哦 哎呀 你这这小脚丫翘 哎呀这个小桃气去 老实的啊 老实的 困了 哎呀这一盒草莓呀 这就是说你一家人的 怎么说呢 真的忽敬忽爱 拿过来了 使劲使劲往我怀里的声音 让咱俩吃的 你都吃吗 咱俩吃吧 我不是 这你给他买的 你把走向肥药拿的 肥药拿的 拿给咱俩吃 这草莓是我老金 我家老金那天去买菜 给儿媳妇买了这么一盒 给他送过去了 那年 儿媳妇拿了一半来 肥药我拿过来给他俩吃 我都不拿不拿呀 所以我怀里都转身给我推出去了 以后我回家拿着 啊 跟他一家吃一个 刚才老金说了 这俩吃不吃东西 再给儿媳妇留着 等我下午去给他做饭 我再拿过去 挺多粉丝问我 以前的老号为啥给封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上个月封了721万人 你说其中有我一个 我都不知道用啥 我刚开始一直申诉 今天都第11天了 一直也没有给结果 我心里也够呛了 封那么多人 我也别努力了吧 不仅从新开始呗 那个歌不是唱过吗 大不了从头再来 没啥了不起的 就当我从人开始 从心啥也不懂开始做 从头开始那么也没啥难的 至今嘛 我剪辑视频啥也学会了 是吧 他们还有很多粉丝跟我说 就是不是做自媒体的 也疯了不少 就因为什么评论给谨言了 反正很多种原因吧 也不到用啥 现在你说句话也不敢说 但是呢 我还必须得坚持下去 必须得干 别看正的不多 我那个老号将近十万的粉丝 干了近三年了 我常心疼了呢 相当心疼了 真的不光我多忙啊 多累也不关咋的 我从来没断更过 就必须每天都更新 正的不多不少的呢 反正购买菜吃的吧 一个月能挣个六七百块钱 一千六七百块钱 是不是够买菜的我俩 真是心疼 也心疼这些粉丝 因为都已经习惯了 你就干了快三年了 大家伙就跟我评论的唠嗑 我就跟朋友一样一样的 啥都能说 没啥顾忌的 就可放松了你 这一下就给我停了 整的我真是可上火了 我再是 我也不能再等了 申诉这么多次 也是就告诉你 等消息等消息 我估计也是够酱了 哎呀就重新开这个号 重新开始拍视频 以后把我的视频 更精心的做着 各个方面啊 把家庭生活展现啊 什么我多拍一点 把视频拍的更好一点 剪辑呀 什么各个效果 都精心制作一点 就当我从能开始 第一次做 那么用力 那么努力 那么用心 我相信以后越来越好 因为有你们这份老题粉 都回来找我们了 真的 这点让我感觉 咋说可高兴 可欣慰了 我一定会努力 把最好的视频 最真实的生活 还是我大力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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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假的生活 展示给大家 还是那句话 感谢大家的支持 最近感谢 拜拜 拜拜